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间谍学校进行训练 后来到中国勾引了数位国军高管 窃取了大量重要情报 为了对付这些女间谍 当时的国民党可以说是想起了办法 后来军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代理的军统客户情报组织残害了很多爱国人士 但在抗战期间 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开展了一系列的反间谍的行动并取得很大效果 而且军统也训练了许多特工 潜入日军内部窃取情报 当然面对日本的这些女间谍各个训练有素 想要让他们招勾一般的刑法根本行不通 后来一套情剧的出现 让这些女间谍变得老老实实 那就是一整个木桶的马皇 将人放进去 几个小石人身上的血就会被吸干 相信是个人都会害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